刚刚说起选举 新鲜出炉 喂喂喂 新鲜出炉 刚刚的星期六日 就是初选的日子 主派初选 暂时的名单排名就有结果了 包括九龙东 排第一的黄之锋 这是意料之内 第二是谭文豪 第三是李家达 港岛区 排第一的是许智峰 你搞错了 第四是谭德智你不说 不说了 第一是许智峰 第二是袁家蔚 第三是梁仿惠 我是不是读个房字 九龙西也是众望所归 岑梓杰 第一是张昆阳 第三是王孟静 竟然第三是王孟静 也挺意外 第七王碧雲 一点也不意外 新界西第一位 也是众望所归的珠海迪 張可心和王子月 第二和第三 新界东 排第一的 这个我估不到 这个我意料之内 我一直都以为是刘永康 立场姐姐 刘永康 立场姐姐 刘永康是否是文振召集人 不是文振召集人 是岑梓杰 是的 你扔了你 我常常在刘永康 刘永康是本土派 之前 現在都被控暴動罪 那我不意外了 入了立法会 那件事就是他現在被控暴動 超級區議會 排第一就是 你很幸運 我告诉你 他真的很幸運 这些人真是一世救命 我真的覺得 竟然不是陳志全 我覺得林卓廷也比你 楊岳橋 過去的反送中運動 表現比你更好 其實他也多出現 早期 早期 你已經沒有了 林卓廷 一個721 也一個打九個 你們真的沒有本心 暴徒頭目 竟然排第六 你們真的太過分了 超級區議會 排第一就是眾望所歸的 鄺俊宇 第二是岑毛輝 第三是本土派的 黃白羽 本土坦克車的黃白羽 第四圖謹申 不要緊 但是 在我們講結果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 當日投票的情況 你有沒有投到 我啊 沒有啊 你不要盡公民責任 沒有啊 好 浪費啊 不是 我先說我 我本來打算去投的 我昨天已經去了票站 收皮啦 我已經去了票站 你收夠皮啦 我已經 好了好了好了 聽你說話 聽你說話 我已經去了票站 我一心一意想去投 我是新解讀選民 我打算上投周家成的 本土派 是 是 然後呢 好壞不壞 我去的票站 其實是 位於九龍東的票站 初初 初初 我不知道聽誰說 可以的 可以去其他區的票站 投回你自己的區都可以的 那我就 溝溝溝溝去 找到 然後他發覺 他說不行 一定要去新解東那邊的票站 才可以投 到最後我就投不到 收皮啦 我真的想投 本身我沒有打算投 那不投就不投 本身我沒有打算投 為什麼我投呢 我不是說 因為我要投周家成 是 是因為 就是 啊 啊 曾國衛 曾國衛 曾國衛就是這個 那樣子 習近平粉絲 是 他的職位是什麼 周國衛 正式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正式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那個是聶德權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是 他就說 這個初選 有可能觸犯這個國安法 是 那我就硬幼頸 你說犯法 那我就去 我就去 你就這樣說 我才去投 是 是啊 厲害 他是正式及內地事務局 聶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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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務員事務局 反過來 啊 是 之前 剛剛 之前 聶德權 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一天 掉了公務員事務局 一班廢 這個曾國偉 他說 厲害 國安法的新標準 組織策劃及參與初選活動 是有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的 是 參與 就是說你去投票的話 你也是有可能犯國安法的 那我就奇怪 為什麼初選就犯法 反而立法會選舉 我參加又不犯法呢 不知道 他有沒有詳細解釋 因為我也看不到內文是什麼 內文都不會有什麼 其實 你問我 我就覺得就是什麼 其實之前之後 有些狗賊都會跟他補充 是 那個說法就是什麼 就是 你們民主派 就說什麼 35家 35家的目的是什麼 否決財政預算案 其中一樣是 就是癱瘓議會 癱瘓議會 那就是你們現在的初選 就是去選一個人 去癱瘓議會 那你要癱瘓這個議會 是不是違反基本法精神 起碼不擁護 首先要 立正月娥 首先要搞清楚 癱瘓議會 是不是犯法 癱瘓議會 他不是就告訴你 什麼犯法 是犯國安法 什麼犯法 開玩笑 你以為是普通法 那如果你是打國安法 是終身監禁的 跟你說 如果你是打國安法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 真的什麼都不用說 那我勸你自首 你沒有投 我沒有投到 我想犯法 幸好 如果我在立法會裡面 有議事規則 你打國安法下來 所有議事規則都不用你了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你投犯 應該這麼說 你在立法會裡面 投反對票 你也有可能違反國安法 即是 如果我真的有35家 我依足立法會裡面的議事規則 運用這個程序 去癱瘓議會 很多國家都這樣做 所以那些國家就落後 所以那些國家就落後 那我跟蹤議事規則 簡單來說 跟蹤法例 跟蹤程序去做 總之是你們不高興的話 就是犯法 我覺得曾國偉這些說法 就是嚇鬼 那當然嚇鬼 其實老實說 我先不說 這個是不是違反國安法 之前 在尖沙咀也好 銅鑼灣也好 灣仔也好 稍為多些人站下 整堆黑警瘋狗衝出來 拿著催淚彈 周圍射 六萬人 頭三個小時 都已經有六萬人聚集在街頭 你黑警死在哪裡 這黑警太令我失望 其實我覺得是的 我最初都想 其實這個真國偉 都出聲說有可能違反 既然這個狗官出聲 沒理由黑警不配合 我最初就是這樣 當然你可以說 現場 我們看這裡 現場都沒有人拿著 《光火香港時代革命》的牌 是不是 違反限聚令 但是 是的 50人 那時候已經改了八個了 是嗎 是的 但是我就是講的 因為按照 這個狗羊的邏輯 咦他去哪裡 那個狗羊去哪裡 趁機會走狗 蛤 屌你老母 你以為你走狗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這個狗羊 因為學此這個狗羊 將那件事無限擴大這樣去說 是嗎 因為 他說你為什麼可能違反國安法 他就是由你們說 三十五家開始 是不是 那就是 這一堆人 六萬人 就是參與這個違法的 違反國安法的違法活動 是的 你又不能執法 所以這些狗羊 所以 你現在禮不惡壞就是這樣 有一個 首先 不是一個法律的官員 不是律政司那邊的人 也不是有份制定國安法的人 也不是中資拿的官員 也不是保安局局長 也不是執法者 也不是執法部門 也不是發公委 他說這句話 沒有成本 加他可能 你說這些參與活動 插畫活動 組織活動的人 可能違法 是 那就是可能不違法 是 其實你沒有說過話 你純粹說這句話出來就是 嚇鬼 是 夠說 結果 這兩天裡面 就有超過六十一萬人投票 五十九 應該加上我的票 五十九萬 你瘦皮 五十九萬二千二百一十一票 電子票 實體票就有兩萬張 實體票包括就是 沒有 沒有 有實體票 沒有智能電話那些 沒電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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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是出了剛才的結果 我老婆昨天問我 因為其實在我們家附近 是有一個投票站的 我老婆昨天問我 她說她想去投票 我問她你想投誰 是誰 新西 不是 你老婆新西很多 新西 新西很多選擇 新西很多選擇 入國包皮醫生 因為在我們那裡 區附近 比較多看到的橫額是誰 雲兆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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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我老婆都說 那雲兆堅就是 兆堅挺好的 我說 太令我失望了 其實 為什麼呢 你很容易理解的 我當你將可心不見位 我連同王子月 就算我當她們 經常在前線出心出力 最大的問題是 我老婆不認得她 我老婆認得雲兆堅 真的頭印象 明顯就是 真的頭印象 明顯就是 然後我說 其實 尹兆堅 你說你經常看到她 我說經常看到她 我說經常看到她 我告訴你 她正在焗著 經常看到她的意思是什麼 經常看到她的名字 還是經常看到她的人 經常看到她的人 我和我老婆經常在家裡 都會看直播的 她暴公的機會 一定是多於 黃子月 五劍委和張可心 我就是這樣解釋給你聽 尹兆堅這些 她是民主黨的 她是民主黨的 她們 你以為你經常看到她 但其實我告訴你 她們是被迫的 她們是被迫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她們是被迫的 她們是被迫 被迫走出來 她不能夠不跟 這條大隊 因為她還要繼續做 不是要繼續做 而是從根本上 我這種抗爭模式 你民主黨是反對的 這個抗爭模式 她本身是反對的 現在已經被迫 對 我只是說她現在一直被迫 幸好劉慧卿一早收了皮 如果不是 她現在對著電視機的鏡頭 她都不知道說什麼 都尷尬 尷尬 尷尬 你問劉慧卿 那些是不是暴徒 擦交通燈的 她心想是 你問尹兆堅 尹兆堅敢說她們是暴徒 她心想也是 她不敢說 不敢說 她是不會說 但是 你不說 我不是說尹兆堅 你個人的心是怎麼想的 這件事本身是和你的黨是相違背的 我們之前有說過 黨格 是啊 黨格是這樣 這件事是相違背的 不要說現在的民主黨 只說四年 也不是只說五年前那一段 不是六年前那一段 2014年那一段 那一段是什麼 魚蛋革命 魚生革命 魚蛋革命 魚蛋革命 魚生革命 四年前 16年 16年 14年那一段 割蓆 近一點 我們說這個 你是割蓆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你 2019年的今次 這個時代的革命 李韻兆堅 是被迫著走出來的 我說 我是這樣跟我老婆解釋 她是被迫著的 她是被迫著的 其實她要混 她要混 因為某程度上 你是很看得出的 你說要去到好像 我不得不說公道說 你要去到好像 許智峯那麼拼命 那麼拼命 是很難得的 很難的 在民主黨那裡真的很難 是啊 你最多是頂洞做到抗盡魚的程度 是啊 你去到許智峯那樣 其實真的很難得 那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許智峯值得擁有 值得擁有 你看到他每次都在最前面 很冷靜地跟指揮官說話 到最後又被人拘捕又被人射 那又是他 中官公民黨 和民主黨 這兩大民主派的政黨 是誰做得到的 真的是只有在許智峯那一個 是 抗盡魚 沒有超區 沒有超區 後期 抗盡魚 在什麼事情 成了 Hy Is 只有許智峯 considerable 光輝又少了許智峯 是最多的 是 這樣 因為另外一點 我跟我老婆說你想投你去吧 她說你不去嗎 我沒有所謂 我沒有所謂你想去我陪你去 最後你又不陪我去 因為她沒有說想去 堅持 因為我也有解釋給她聽 其實這個初選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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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選結果影響的 其實只是這班人 後選人 你說其實 你說大局 你說大局 要為大局 我以九龍東為例 如果要以大局來說 要以大局來說 斯德來 我在我心目中 斯洛勒培是第一位 是呀 斯德來 為什麼是斯德來 因為我不認得他 他選就對了 斯德來 他選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認得他 李嘉達 因為我認得你 純粹因為這樣 假如我從一個選民的角度去看 是呀 你說 好了 我那個區 港島區 這裡 七個候選人 誰 彭卓奇 我最不認得他 最陌生 其餘我也認得 因為 一樣 一樣 對呀 許智峰值得擁有 DQ硬你 對呀 怎麼會讓你選 其實 許智峰 我也不說到 黃之鋒 許智峰也不知道會DQ 黃之鋒 一定 許智峰也是 對呀 許智峰也不知道 誰會讓你選 甚至結到D 甚至結到D 然後 其實 老實說 你說 什麼 這個結果 全部都DQ 其實挺好的 我覺得 挺好的 他會選的 如果他真的要選 他會讓誰選呢 何桂南會讓他選 亦都是因為那樣 我不認得你 不是呀 我覺得沒有殺傷力 可能是 亦都可能是 而且 他不一定 五區都搞夠你 一定不會 他選你黃之鋒 那些 起碼一樣 我DQ你 至碼香港地 會有二百萬人支持我 你DQ何桂南 為何二百萬人說 我都不知道誰是何桂南 立場姐姐我吃老鼠 你不就有救他選 一樣 要搞就一定是搞你這些 鄺俊宇他也未必搞 如果要講DQ 鄺俊宇也不搞 許智峰有可能搞 袁家衛也搞 因為超級區議會的這件事 大家是一早協定了 而是心知肚明 你們是一定會有一兩個人選到 如果這個是鄺俊宇 我就給你 還有我都算過 喂 超級區最多落三席 民主派 是 你四條拿不到 是 神無輝一定DQ你的 沒錯 DQ是神無輝 DQ是王八宇 今天抗盡以逃的世界是李宇信 李宇信是誰 我也是 公民黨 非典型的公民黨 楊岳橋說過 什麼叫非典型的公民黨員 但是我覺得這樣 你們三個當選 他們有氣場 一個不小心 如果有人懂得洗橫手 你選兩個 我告訴你 不會三個 你說吧 你說吧 喂 上年大排長龍 對嗎 對 今年的龍不會少得過上次 一定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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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很多事情搞了 其實 最重要是有交代 對嗎 喂 所以我跟我老婆說 喂 初選 誰選到 對我來說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誰當選 在這個初選裡面 因為他就贏夠了 對 贏夠了 你誰 當然 我講的是 我是未經過這個配票 我單純就是用上次區議會的結果 其實不需要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 那個議席的比例都接近 不會差太遠 你知道一定有一兩個是一定選到的 是啊 頭三位 你每區的 除了九龍東 九龍東就比較難搞些 其餘那五個區 頭三位一定全部進去 新東新西不用說 意識到我 是 港島也有可能問少少 港島 梁芳維那個位置也可能問些 是 你說 新街 九龍西那邊 頭三個一定有夠硬 是 這樣 而在這個初選裡面 本來我 當然你問我 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 初選誰來講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嗯 入到集才講 是 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之後的事情 我願意百分之一百配合 我現在的底線 是 其實我的底線都退了很多了 天生一副硬骨頭 加比還記得 劉慧卿 我們本身也是 軟了一點 我軟了很多 骨質疏鬆 有點累 我們以前都覺得 跳遊行沒有人用 去年我們參加過多少次遊行 沒有 沒有 一次都沒有 千萬不要承認 一次都沒有 很難做 你這樣很難做 有了 有參加遊行 是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 我們是有參與的 我都在走行路 尿尿 就算可以走馬路 我也在走行路 要我們 這麼 鄙視遊行 這些 沒有用的抗爭方式 我們去年都一億 放下這個旗見 去參與 是 都要做的 都要做的 是 初選 雖然 雖然我最後投不了 其實我本身也想投的 我就是覺得 算了 不和你們 放下門戶之見 是 放下門戶之見 說真的 近年我們沒有罵戴玉婷 他也沒有什麼好罵 除了 對 這個初選 也是戴玉的份搞 其實我們之前都沒有什麼罵過 沒有罵他這次初選 因為這件事搞不搞 對我們來說 沒有什麼關係 你喜歡搞不搞 其一 其二 其實 去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也有國安法在這裏 其實你做些什麼 你能夠做些什麼 就盡量去做 是 估物論有沒有用都好 先做了 是 因為 經過去年的事情 更加印象到一件事 是 你要做了才知道有沒有用 嗯 之前我們經常笑咬一些人遊行 之類的事情 誰知道對最後 原來是真的有用 國際社會是會 有反應的 是 如果你永遠都不參與 你永遠都是 坐在那裡等機會 因為機會不會自己送上門 你要去自己爭取 走一世步一世步 照做 有個初選去參加 參加 就參加 有些做多少就做多少 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無法計較 做這件事有用 做那件事沒有用 我已經無法計較於人 更何況 其實有一個好消息 你就可以 靠初選 他踢走給黃碧雲 不生氣 所以黃碧雲是這樣的 他昨天 他向記者宣布 選情高急 強調民主派沒有分裂的本錢 很肉酸 其實真的很肉酸 其實真的很肉酸 撈亂了這麼多年 真的 這種臭氣 我覺得你 應該在賽前都會知道 你自己很久要捱 是 你一早想好這些說法 去令到別人 令到你舒服一點 令到你 令到你 對回你有些信心 你不是不斷老調重彈 又買下單 又是把一額喇憾 全臨部那些 詞匯一臉 分裂民主派 分裂民主派 沒有分裂的本錢 啊 有沒有第二句 我剛才 我一直阿 我都找了什麼放下其見 為什麼我會參加初選 參加遊行 我都會說一堆東西出來 我不會說一句話 說就是 香港現在香港沒有分裂的本錢 有沒有第二句 你多找幾句 你找多些說法可以嗎 他是這樣說的 被問到支持率在民調中偏低 會否檢討自己的行事作風時 黃碧民反指坊間民調有漏洞 有不少人開假帳戶 或者開幾個電郵投票 他批評民意結果有偏差 更指民調可以一人妥投四票 大選就不會 但其實他在說這個民調 是哪裏來的民調 之前有一個民意連救中心 即是中庭耀搞的嗎 類似 好像不是中庭耀搞的 有搞過民調 他極低 他又認為 試次初選機制仍未確定最終出戰人數 現在的投票只是排次序 他排次序而已 我包尾而已 不要緊啦 你排第七 你排第七 而民調會進行到九月 顧介時自會肯定自己能否參選立法會 即是現在黃碧雲告訴你 這個初選我是不會理會的 我只是聽過民調而已 這樣 厲害 這些人 我還很記得 我還很記得 之前 這個 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 不是 台灣總統選舉 不是 那個罷免案 韓國瑜的那個罷免案 他說 感謝那一百八十萬人 沒有出來投票的一百八十萬人 多謝你們的什麼 對我的支持 我都覺得這種說法已經很難無恥 很難無賴 很難無賴 但是怎樣 但是怎樣 我催你不像 因為事實上我證實不到 是啊 真的證實不到那一百八十萬人 不出來投票 難道是因為杯葛這次的罷免選舉 還是因為支持你韓國瑜 不投票那一百八十萬 怎麼理解 難道我多搞一次投票 去釐清他 不可能 我催你不像 但是不是 你黃碧雲 我屌你老母 我實牙實恥做的民調 你都可以這樣扭曲成這樣 我實牙實恥做的 這件事 實牙實恥做的初選 實牙實恥做的初選 不是啊 他現在是針對民調 為何會有這個民調 像你這樣說 你不 如果黃碧雲是韓國瑜 他又會怎樣說 支持泛民那幾十萬人 另外沒有投票那裏 那裏百多萬 那裏 那百多萬 即是不認同這次初選 不認同這些民調 他的意思是他包括藍絲 都支持我 即是 藍絲都是選民 可能九龍東有100萬選民 是不是 你這裏只有幾萬人 扑街了九十幾萬支持我 如果他是韓國瑜 就這樣說 不是 你戰狗格過韓國瑜 明明那幾萬人做了一個民調 他告訴你 他做了一個表態 我只是說民調先 我都不說到這個初選 我只是說到這個民調 人家實惊的一堆人 做了一個民調 是呀 一人投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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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例是不是一堆樣 我丟起他了好不好 你是不是瘋狗線 這些人 一人有幾票 那比例是不是一堆樣 我問你了 昨天這個周嘉誠的街站 都跟其中一個民主黨的區議員 起了衝突 衝突期間 那個民主黨的區議員 叫做吳定林 美林區 跟這個周嘉誠說 本土派就是共產黨 說出他這樣的說話 誰說的 民主黨的 那個吳定林區議員 是 厲害 其實如果以這個 吳定林的邏輯 本土派就是共產黨 那我也都可以用類似的邏輯 我說你黃碧雲 你就是共產黨 為什麼 我不是說好像吳定林 這樣說一句 本土派就是共產黨 這樣有緣 就是句號 有解釋 為什麼你是共產黨 黃碧雲 為什麼你是共產黨 因為你跟共產黨一樣 不會接受批評 不會檢討 不會改善 永遠都是委過於人 永遠都不是自己的錯 是別人的錯 問條 你是很低的 為什麼 因為一人可以投四票 我選到我低 結果有偏差 初選 你排第七 沒爆沒有 第七而已 第七而已 都OK的了 以你現在這樣的選情 你排第七 有交代 你比劉澤豐和安德里高 你現在在初選排第七 為什麼 以你的邏輯 就是很多人沒有投票 是 很多人沒有投票 所以你才排第七 你要 你要多謝那些沒有投票的人 是不是 需不需要 要啊 要啊 就是永遠 為什麼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現在排第七 為什麼你越來越多人唾棄你 或者唾棄民主黨 就是你做什麼出來 是 加上 你們永遠沒有一個檢討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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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謙卑的心 是 因為明明呢 黃碧雲呢 其實 你當初 你就別人參加這個初選就可以了 其實 如果黃碧雲不參選 整個民主黨就不參選 沒關係的 喇 我就是講的 你胡志偉 他作為一個黨主席 身份上 已經要有一個 有差不多 而他在民調上 不是太差 但黃碧雲的民調就是很差 可以的 我覺得 如果 你只是叫自取其辱 你再走出來 如果黃碧雲想選的話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 暴命 退黨 不用 暴命 都是 都是 我要參選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 暴命 都不是這麼簡單 他要提名 他要拿到100個提名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好像比較多 區議員就是100 還是500 忘記了 但區議員就是100 首先你先拿個提名 一定有的 Fan 有沒有那麼多Fan 神經病 我要我在屯門找朋友 有 500個 好像比較蠻 500個比較蠻 你說真的認識 那Fan 一多一層也不止100個 不是的 其實你現在開一個個人專頁 出來寫一些 正常人應該要有的邏輯思考 那些什麼文字 第二梯隊 要我直接開一個叫第二梯隊 絕對夠時間 絕對夠時間 對啊 選港島還是青霞 想想想 放心 我不是黃碧雲 盡幫 但是我就是講的 其實 Billy說得好 是 我真的很欣賞Billy說的那句話 他就是說什麼 高級就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自己當選 比大局更重要 是 是不是 我一直在說 初選 其實大家要選一個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覺得這個人 贏面大 但是其實 當然 你問我 贏面大不大 贏面大就當然了 問題是你怎樣分配你的票 你才贏得最多 對 Billy那句說話 那個重點在哪裡 那個重點就是 其實這個初選 不是說要鬥輸贏 是啊 這個初選沒有輸贏 當然對我們這些選民來說 你這樣輸了 我們就很心涼 其實在你們民主派裡面 這個初選其實不是要鬥輸贏 是要找一個人面最高的候選人出來 是 是 令到不會 下了個閘 不要太多個 是 太多條票出去選 是 是 從而分薄票圓 是 因為為什麼 我今年我真的可以實實 知道我們是佔大多數的 是啊 但是黃碧雲你這個狠 你這樣 輸贏 當然可能帶分別 是 是 我們就是因為我想贏 我才要選情告急 是 是 如果是以剛才我說的邏輯 是 不是說鬥輸贏 你哪會是選情告急 還有難聽說 一個初選搞出來 其實就是 到最後我們說的是什麼 就是 你輸了 我就要你心服口服 是 你沒有得到無賴了吧 那 選民決定的 不要吵架 起床 OK 黃碧雲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起床 就是這樣 等你那幫人沒有聲音出 等你那些輸了的人 就是 你不像以前 大家所謂的協調 協調 結果走幾十隊出來 是 新界東二十多隊 現在是熱狗不理你 但是不要緊 不要緊 大家票員都不同 是啊 還有別人都說得明白 大家都票員不同 我們不需要參加初選 他們直接出來選 我覺得 先少人後君子 我都沒問題 是啊 你不能說的 你不喜歡 你就不敢投給他就可以了 是 你就不敢很罵他們 但是現在黃碧雲不敢是 這麼討厭 他現在心心不憤 心心不憤 排第七 下期樓我不知怎樣攻 不要緊 其實不要緊的 你還有機會 黃碧雲 除了剛才阿莊那個方法 去報名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還有一個方法 下一屆 不要緊 下一屆 四年之後 你還沒死 你有四年時間裝備自己 是啊 沒錯 我好好加油 我看你黃碧雲沒有了議席 可以幹到一番什麼的大事 你幹到的 下一屆就是你 我可以落寵主 什麼 做官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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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民主黨是個軌跡 不會 今時不同我約 會啊 軌跡 不會 你要知道 你之前那些 羅志光那些 他是退一半 過了很長冷河 我給你一條路 湯家驊也是這樣 首先退黨 之後成立民主思路 但就是浴宣 我都覺得是的 湯家驊你覺得做得很英俊嗎 一浴宣 我不是說你要做到這麼浴宣便可以 沒問題的 你做到的 你戴了面罩 不要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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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選舉就是這樣 沒什麼所謂 你接下來就是看看DQ多少個人 是啊 就是 如果 如果 你們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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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班的 候選人 接下來的參選人 如果 他真的有能本事 一個都不DQ的 我恭喜你們 嗯 萬 萬七個恭喜 萬七個恭喜 如果你們沒有人被DQ 嗯 我萬七個恭喜 大家就順順利利 三十五加 嗯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沒有什麼可能 是啊 現在你始終大家 開心了 在這個名單上面 都是叫做 嗯 避曲直選 是 最難搞的功能組別 其實你怎麼搞都搞不定 功能組別就 沒有了聲氣 我不確定有什麼聲氣 因為 其實大家收到封 是 很多註冊不到 是啊 對家 你要說註冊 對家多你很多 是啊 是啊 唯一 衛生服務界唯一 那些難註冊 哈哈 這些難註冊 不是寫封信就可以 衛生服務界 一向都是民主派 也是民主派 也是民主派 影響不大 左右不到大局 是 那 說完了 初選 祝大家順利 是 那 你們決定了 才告訴我 不是 其實這個 不是 說多一點點 這個初選其實 除了做給香港人看 也是做給國際看的 如果真是 真是到最後 DQ了這裡的一半人 嗯 那就是 又是給子彈 美國佬 給子彈英國 看看接下來 又會怎樣去 排隊制裁 會不會是香港的官員 或者中 中資拿的官員 唯有良好願望 就是這樣想的 是啊 是啊 剛剛林鄭月娥也有回應 她也有回應 她就說 林鄭月娥就指這個民主派的初選 是會構成 廣區國安法中的顛覆政權罪行 哦 原來剛才九點五幾 是啊 剛剛新鮮滅熱 就這樣說 選舉必須公平公正的 是不容許任何的做法 去干擾立法會選舉 而香港呢 是沒有初選機制的 她也說 政府不同部門收到相當多 關於過去兩日活動的投訴 包括導致未來選舉不公平情況 亦涉嫌違反現時最多五十人的限聚令 你老美 和我剛才說的那樣 但是你今天才說有春容嗎 七頭 亦可能違反私隱保障 政府部門會調查 若有證據會行動 她又警告所謂初選的目的 如果是達至三十五家選舉結果 目標去阻撓政府的政策 可能落入違反港區國安法中 顛覆政權的罪行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就需要去處理 我覺得 真的 事情現在就容易搞很多了 你原來是不需要DQ他們的 原來 我發現原來你們是不需要DQ他們的 挖個肚子給他們 挖個肚子給黃之鋒 參選吧 進去參選 選到吧 加入立法會 做了三個月 開始收到幾十萬人工 那 投票決財政預算案 新一屆的又來了 財政預算案 你反對嗎 抓你 顛覆國家 我期待這個畫面 是啊 原來是不需要DQ的 你今年這個選舉做得很乾淨 可以做得很好看 其實他的說法真的是很 但是要等幾個月 你等不等到 他的說法其實都幾 幾 幾 幾硬來的 首先 即是你索性你在立法會裡面 是 搞清楚了 政府推出來的議案 你是不是議員前面有幾個按鈕 贊成、反對、棄權三個按鈕 當政府的議案推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在每個議員的按鈕上 你要做些事情 封了反對和棄權的按鈕 只剩下一個 好像Facebook給你選選的選項 只剩下一個 其實那個按鈕是按不到的 反對其實是一塊膠 按不到的 你就應該要在那裏做一做手舉 你只能夠按贊成 是 你膠得清楚 大哥 是 你給制人來緊按反對 但是我按了反對之後 原來我是犯國安法的 是 你真是給我哄哄 黃之鋒說 是啊 黃之鋒是中硬的 他作為一個正棍 中硬啊 不要說黃之鋒 我選到進去我都中了 國安公署精神分裂了 立刻一按 我剛剛說黃之鋒正棍 香港選舉的制度是沒有初選的 是沒有初選的 他的言下之意 是否就是說我搞初選 是干預立法會選舉 是影響到選舉公平公正 香港的法例就說明是不可以偷東西的 偷東西的定義是什麼 不問自取 這個是把錢包放 嗯 警察上門拘捕我嗎 我現在放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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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警察上門來拘捕我 我夠知不問自取是犯法的行為 但是這條街 但是是有個程度的分別的 喂 我夠知這個沒有初選 那我問一下你 我現在和Satma這樣說 喂 算不算了 不如這樣 我們交給Billy決定 這個也是個初選 不要愛人犯法 喂 民主黨和公民黨 他們自己都有黨內的初選 是 找哪個人去選 其實他們都是個 跟著可能他這個時候又跟你說了 就和我們國安法列明一樣 你是負責組織那個 你又要付諸行動 是吧 你付諸行動 是吧 是吧 那些公眾的影響 不是這樣說的 那個法例 我真的覺得這些真是瘋狂 你說後來什麼 導致35家選舉結果目標去阻撓政府政策 我覺得你今天說 你亂說 你都還可以的 因為事實上他們真的是這樣說 是不是 搞35家的人 他們之前真的是這樣說 是吧 是吧 說得明白的 你這樣去理解 都還可以的 為甚麼叫做初選 沒有的 你這樣會不會影響到選舉公平 包括導致未來選舉不公平 有收到投訴 那怎樣 叫選管會 怎樣 取消他們的初選結果 我覺得他出來說這番話 就是為了日後DQ議員而鋪路 DQ候選人 不是DQ議員 是DQ候選人 就是鋪路 你是初選出來的 又是岑子傑他就可以說 神經病的 他們說要初選 關我甚麼事 不過不要緊 我歡迎你們 真的視這件事 違反了國安法 而國安真的做事 其實我堅決 其實都是的 堅決 要求 國安真的要做事 你說得實實 林鄭月娥 做事 拘捕戴耀廷 我這一票 就投眼給許智峰 到時拘捕我 是呀 拘捕他 是呀 拘捕我 我差點去投票 拘捕我 不是呀 我說到時立法會選舉 你要是DQ許智峰 要不是這一票 我投眼給他 拘捕我 我拘捕我 我拘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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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拘捕你 你說 你說 你初初 又說甚麼 甚麼 國安法 令到社會 甚麼可以繁榮安定 甚麼甚麼 甚麼 小小動作 小小動作 都挑到 都挑到 都挑到你們的神經系統 其實他現在 基本上 我不知道大家 聯想到 一般市民在芝拿 怎樣生活 我覺得 我是感覺到 有少少浸脆 是呀 即是你說話 食份屌 人生的事 甚麼都沒有想 雖然香港很多人 只剩下食份屌 是呀 這個就未必是錯的 但你去到 但你本身香港是 有一個 絕對的自由 一個地方 但現在你 開始收緊到 接近芝拿 的程度的話 其實你個人 你就會很不安 我最近也想好這件事 關於食份屌 這件事 食份屌 我呢 你在香港真的不行 不是說我們不想去做 而是環境 令我不能夠 只是食份屌 怎樣供樓 沒地方屌 其實 都不要緊 都不要緊 你學那個男女 在的士上搞就行了 是不是 沒搞到 反正都含 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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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含上去 坐下去 就搞定 還不需要自己動 司機 可不可以整理一下寵壁 整理一下寵壁 就搞定 但是 我覺得那件事 你香港的 不能夠 單單靠食份屌 去過這個人生 為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 你香港沒有田間 又沒有工廠做 我覺得如果 你能夠有這兩飯 給香港人 吃債 人生就是吃糞便 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不行 混蛋 我上班就焗我用腦 當然了 我講耕田也要用腦 但是 做工廠不用 相對容易 做工廠也要 做工廠也要 相對容易 你叫我啤這粒膠 我就啤這粒膠 難道我問你為什麼 是不是 你教我怎樣啤這粒膠 你早就知道 不是你怎麼進來做 就是這些 你沒有這個環境 我每天上班 總之我一天就啤三千粒這些膠 然後我每天就回來看大陸劇 我就翻譜 延期攻略八次 我下半生就是這樣 可以啊 我沒有這個環境 我每天上班 我要花多少精神用腦 然後又不可以建房子 那如果有田間的話 我不用建房子 是啊 我住農舍 你有工廠也有 他之前有宿舍 那些 一定有 有宿舍不是找人做嗎 對啊 你這種生活環境 就是回到六七十年代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而且我也這麼說 你的大灣區 不是打算搞這些嗎 還有大灣區嗎 你打算搞高科技 很久沒聽過大灣區 那就是又是沒得搞 我很難靠吃睡吊的日子 唉 吃睡吊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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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坐牢 真的屌你到尾 只是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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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黃之鋒的路一樣 注定坐牢 注定坐牢 是啊 這個坦 明莊夠你的 你沒得避 好了 這樣 這樣 最後一樣 不如讓你選擇吧 說這個 廣電局的 廣電局的 其實廣電局沒什麼新意 廣電局那個 就是那些拍 要過去的電檢 是 不說 那就 這單新聞又 這單新聞 大呀 這單新聞大呀 大呀 大哥這單新聞厲害呀 牽涉的人多 好囉 欸